我小时候喜欢打电动 其实打电动跟跳高都很有节奏感 我喜欢那个感觉 因为如果进完了还没有感觉 或是节奏没了 那么就会影响我们怎么够跳 我觉得每一个人跳高的技术都不一样 而我教练会抓住每一个人的强项 然后从那一边进步他们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 我们必须100%的相信自己的教练 我最注重的是我的技术 有些比赛会遇到更厉害的对手 但是最大的对手还是我自己 我最难忘的比赛就是 我从来没有想象到 我可以在ASEAN School Games 成功跳到国家纪录 每当我全力以赴去比一场赛的时候 我会发现失赢并没有这么重要 因为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其实每一个运动员都希望自己被大家看见 只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个机会 曾经有人跟我说过 当运动员是没有前途的 因为运动生涯是短暂的 但是我所体验到的一切 都是无可取代的 我相信只要我们放弃 总有一天大家一定会看见我们